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个人都是心神耗尽 最后那一段 走的那一段哭的比较多吧 对 因为那段戏正好是在 我们快要杀青 几乎是最后的日子 然后大家本来那个离别的情绪啊 就特别浓 在师姐下线的这个档口 然后大家就真的变得非常的伤心欲绝 我当时没有笑场 因为我觉得那个还挺温暖的 我能看出来他从乱葬岗回来之后 他整个人其实有很大的变化的 他已经没有以前的那种 特别无忧无虑的纯真变得比较少了 然后他仿佛就是肩上多了很多 不能说的那种重担嘛 所以他回来 然后又趴在师姐的膝盖上 然后就跟师姐撒娇说 哎呀 三岁的线线想喝汤啊 什么什么的 我觉得其实也有点心疼他 就觉得他的撒娇好像也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但是又希望他能像 一直像以前那样无忧无虑的 那样该多好 就当时开的时候 其实两个状态就是没有说 就觉得撒娇的线线会有点 没有 因为觉得他当时真的是 就三岁的线线了 二十分 他西外还好 没有我现前那么会撒娇 但是西外我们三个人 就是会更生活随意一点的相处吧 然后西外他们两个也会 就是大家互相照顾 他们也会照顾我一点 哎呀 就是小孩子们太难带了 哎呀 他们就是小朋友的亚子 就是你一定要就是好好地管他们 要不然他们真的就是 就是会疯完 疯了就 那你在现场就会 有时候看不下去 他们就是打闹 就会出来圆一下 或者怎么样吗 对啊 就是一定要师姐去帮他们圆一下 因为有时候就比如说 我们拍在船上的那个戏嘛 然后其实那个 已经把我们放得挺远的了 然后他们两个就在那个 他先前和成成 就在船上就这样互相呛 然后就呛起来了 然后说好了好了好了 拍戏了不要生气了 大家 就幼稚他们就互相就是怼对方 然后就越怼 然后那个气氛就高涨起来了 有一些类似吧 因为我们三个确实是里面的戏 互相比较多 所以我们戏外的话也挺好的 就是说戏里师姐会照顾他们俩多一点 因为他们俩就很幼稚 然后但是戏外 然后他们也会照顾我吧 然后你觉得谁是比较稳重的一个 就是戏外 我觉得是师姐 对 线线也挺 也还可以 然后澄澄就是 有时候会哭 舅舅跟那个戏里可能不太一样 戏里人比较暴躁 然后戏外可能有时候会哭 爆料的戏里人会哭 真的吗 我说出来了吗 我以为我在心里说的 对不起啊 澄澄 不要看到这段 不要怪我 对 因为他那场拍了特别久 因为导演对那个镜头的要求特别高 他拍了四个小时那一个镜头 他就要求整场只有那一个镜头 然后那个镜头要先看到他的 他的梦境 就是诗句金丹 在那个梦境里面醒过来 然后又摇过去 看到他小时候的阿诚 然后过来 然后跟所有人 家里的人在那里玩 就是他们小时候的场景 然后再摇回来 再摇回到他的脸 他必须是 那时候情绪就已经非常高的状态 对对对对 然后整个你要在一条里面 完成所有的转变 对他来说还是挺难的 然后我们就一直在那个 那个小窗里面 就看他 就是啊怎么样怎么样 这一条过了吗 我就觉得他好像 因为时间拖了太久了 他整个状态就有点 有点不行 那个棚里面真的是 差不多四十度了要 然后我说 我说不行 我要出去看看他 然后我就直接出去 然后杏杏跟着我 我们俩就直接直奔他而去了 然后过去我拍拍他的后背 已经全部都湿了 就是整个衣服都是汗 觉得他当时就丧得不得了 就感觉没有电了那种的 然后就整个人就是这样 然后我就过去抱了抱他 我说你没有关系 你那个你好好调整一下 我们都在这里陪着你 就是不管你拍多久 我们都在这里 我们三个人一起 我说你一定能行 就是耗得很厉害 而且他里面就是 我感觉他快脱水了都 哎呀我就想让小展多吃一点饭 我当时见他就是很高 然后很纤细的那种男孩子 然后再加上他的戏里面 确实就是剧本里面 卫无限的量就是非常大 因为他是就画牢嘛 就喜欢跟别人哈拉 然后词又非常多 然后等于说拍到月到后期的时候 当你特别热特别累在现场 然后你就有点不愿意吃饭 但是我说你就不能这样 不管怎么样 一定要找自己喜欢的 一定要多吃一点东西 你不能说在现场 你就吃点饼干 那你这样怎么能耗得下去呢 他从早到晚都是戏嘛 然后一博 一博老师他是 他自带仙气的 没有生人物尽的感觉 我觉得那是他的怎么讲 保护壳吧 或者说跟内在不太一样的 他其实不是说不愿意跟你接近 或者说不愿意跟你聊天 他不是那样的 他只是需要一个 比如说像鲜鲜那样 可以强势把他拉进这个群聊的这种人 他只是一开始的时候会有点害羞 然后他不知道怎么能加入 进你们这个里面来聊 刚开机没多久的时候 我们都就一看见那个一博老师 走进来我说 一博来了 一博来了 怎么办 我们俩说点什么 他好鲜 也好细 不知道说什么怎么办 就场子冷了 冷了 一博老师开起来近年数 对 是的 我觉得是因为 就是一博跟肖战 他们两个本身就很瘦 所以就带着大家都要一起 往一个标准去瘦 因为毕竟这个古装戏 大家还是比较纤细 会有那种纤细嘛 所以就是全组的男演员 就是一起在减肥 但师姐就没有这种烦恼 因为师姐是一直在努力地增肥 为什么刷胖啊 对 纸板 我在减肥 他们杀了我 他们每天盯着我吃饭 再吃一口 这个给我吃掉 基本上全组男演员在减肥 我觉得精灵没有在减肥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后期越拍越胖 他整个脸圆起来了 好想打他 对 因为我们 就中间有些问题 就导致两个 一下就接得很紧 然后就是杀星走了以后 第二天马上就要飞到那边去 然后就特别神奇的 就是我飞过去以后 然后开机第一天 然后就突然就高烧不止 然后我去医院 咽血看了以后 医生特别害怕 跟我说是假瘤嘛 就是当时就要隔离我 然后就在医院待了一天 然后回去又睡了 昏睡了三天 然后后来慢慢才好起来 这一剩比较沉浸角色的关系吗 还是什么 我觉得也是 然后也是因为 我们最后不是拍的那个不夜天吗 然后就是整个人熬得很厉害 然后一旦杀青了以后 然后放开了这个东西 就有一点那个抵抗力 也就受不住了 这个就很难调整 尤其是阿灵 就特别难调整 其实当时我杀青了 当天晚上 大家就开了一个小送别会嘛 就是已经就是抱头痛哭了 那种状态 所以我后来其实进组了以后 调整了差不多有半个月吧 然后才慢慢调整过来 我们到现在还是会说 哎呀好想阿灵 好想你们 嗯 对然后我当我们后来就是有 反正有改一下吧 就是也不能一直叫下去 为什么我想说改 大家改一下 就是想平复一下心情嘛 因为每次就是一叫 比如一叫 哎呀新鲜啊 成成啊就是 还是会有点 哎呀新鲜啊 嗯 是啊 是啊 你这意味深长的笑容是什么 这不是就是透露了我这个网上冲浪的少女吗 那你比较常用的是谁的表情吗 最近常用就是舅舅跟那个姐夫的呀 我刚翻了一下我的那个朋友圈 最近发了三条都是他们的表情连着三条 就头一回头一回中午睡到自然醒我的心情是 对然后这个姐夫在下面还评论了 他说来来来你给我过来咱俩聊聊 昨天早上赶飞机嘛 嗯 然后发这个令人头秃的早班机 然后我那天和和姐夫就是直播完了以后 然后那个舅舅给我发一张表情包 就是他那个背着小包袱出门的那个 然后说什么 上升期阿姐不能谈恋爱 我要去阻止他们 对全部啊 那时候我们在那个贵州的时候 不是八月份正好播了那个动画片吗 动漫吗 然后我们收工没有实话 我们就在房间里 然后一起看 大家集合看 嗯 然后说哎你看这个现象头上有个呆毛 好 好